那个淡仔国际就上市了 因为今早出了一个news alert 就是说它通过了一个上市聆讯 跟投资者简单讲讲 他们有几条大数就公布了出来的 截至3月底的全年度 年度入利就2亿8800万 按年增长就是五成 收益就有17亿9千万 按年增长6%左右 每间餐厅每日平均的收入就有3万7千元 3万7千元 日均顾客就640人左右 每人平均消费就58.4 全年沽黑就3千万人次左右 大概就是说了这些数据 就未有定价 所以你问股份是否值得买 Arnold就难回答 Arnold 你是不是淡仔的忠实客户呢 有光顺的 我相信在香港上 很多人都会熟悉这些品牌 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研究 无理率做的餐饮一定高 扣除租金、人工资本上 都是跟整个饮食业都是几乎差不多的 你是在品牌上整合过 有优势的 但问题最终就是要看定价 因为问题就是预料 现在你特别香港很多餐饮股 定价本身不太高 但问题是淡仔本身的品牌 或者很多时候IPO那段时间 会订得比较aggressive 那你讲到时候适不适买 有看疫情状况 但是淡仔跟其他餐饮股不同 你讲港股现在很多的餐饮股 可能会憧憬 包括疫情复甦这些相关概念 但是你说淡仔的案件 又有很大机会在营运数据 看到一些疫情受惠的相关股份 所以很难完全比较 想夹在一起来炒 所以我觉得这些股份 你可以某程度上 我视为就是一个watching list 新股市场其实都淡静了一些很长的时间 相反来你不是 捕捉这些股份有没有机会升跌 相反来你看看这些股份 有没有机会带旺返新股市场 经常都说看东西看两边 旺返更开心 到时候就代表着很多其他的新股 你开始可以留意 你经常都在想 如果不行 整个新股市场你就可以忽视了 所以你说如果你是短线 当然未有定价就不知道 你反过来有些人会想 炒一些影子股 其实是同样道理 炒得起当然是开心 炒不起的时候 你会在市场上 失去很多机会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炒同样概念的话 你一定会认回大家乐的 是比较稳健 都是同样道理 就是说 无论经济状况 普通差也有很大抗跌力 但是其实整个营运状况 都不是太好 所以我觉得 整个概念上暂时来说 维持观望态度 有些东西就不用你一定要去参与 但是可以值得留意 因为有机会就是说 对于整个餐饮 不只是餐饮行业 而整个新股市场来说 有没有机会带起来 这个也是重要的 因为这些股份的好处 就是说有一个防守性在 本身是一些很具防守性的股份 你唯一拼的一件事就是 可能胆仔的定格定度很高 保守估计起码三十几倍PE 你大家乐的现在才二十几倍PE 如果碳仔定度五十几倍PE 那短线这样充升一成左右 有一定直播率在 但是问题是值不值得这么拼 你要记住就是说 你买个股票特别做一些短线部署 你这些一定是短线想法 投机部署来的 投机部署有个问题就是说 被你拼中了 可能大家真的升一升 是 你可能有其他的市场上面 除了一升有些东西升一两升 三升等等 所以我们觉得 直播率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纯粹想跟回话题的话 你真的很想在部署上面 带交流好一点 但我就不是特别太好的